古街 师傅您好 对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我们做这个是空心面 我们做这个是脱水以后要晒干 现在就是晾起来把面晒干 嬴政桥赶上了顾师傅画面 这难得一见的景象 已得有客驻足观看 我看咱们这个面 您还要拿这锅给分一下 对 你不分它这一块粘 粘在一块了 哇 快看这面多斤的 对 拉这么长一根断的都没有 这个面是没有添加剂 这个添加剂 添加剂就会这个样子 对 很有弹劲的 外面的竹竿大约有三米多高 因为原料纯粹并且发酵充分 手艺人借着劲往下撕拉 便可以让每根面条变得粗细均匀 而且不会有锻炼 再用棍子将面条分开 保证不会粘连 剩下的工作就要交给一个晴朗的天气 和流动的风了 盈盈看得起劲也想轻舍试试 我来先撑一下 这样 转一下 放一下 好 这样 放一下 对 时间转 没事 这样拿着的时候才感觉到这个面很大劲 又翻起来 又翻起来 这样吗 一转又翻 这样 这样 对 像皮筋一样这个面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嘞 盈盈和围观的游客只看到了这面如何的劲道 却不知道这面为什么这么劲道 顾师傅为我们道出了她的独家秘诀 这个我们都是拿手拍出来的 拿手拍醒到时间长 我们就是晚上的 搞到晚上11点 到早上的3点左右 我们起来就要搞 特别费工 为什么这个吃了劲道 就是来回那个工序特别多 就是自己拿手活的面 对 自己摘的面 就要醒过20多个小时 原来顾师傅的秘诀之一就是 严格按照古法工艺制作 除此之外 秘诀就是时间留给顾师傅的经验 到我这就是第三代传人 对吧 都多少年了 从我们家族来说就是一倍多年了 一百多年的面了 对 一倍多年了 这个就是到我 我做了四十来年了 这个面 我从17岁就开始做 我今年56了 做了四十来年了 以后我们这个面 再细都是空心 再细都是空心 来 我来看看 我眼神色好 哎 真的是 再细都是空心 能拍得到吗 再细都是空心 顾师傅自信满满的为您 介绍着她的手工面 正是这个不足一毫米的空心 体现了手工艺人的匠人精神 所以顾师傅和她的手工挂面摊 也成为了古街的一道奇特风景 现在就是这种 这么粗 就是正好 就是人可以说口感最好的 口感最好 说得我好馋 帮我煮一碗吧好吗 好吧 来 煮一碗来尝一下 行吧行吧 咱们山西人爱吃面 吃面就一定要吃出生想来 这样会觉得更香 确实这面特别有嚼劲 刚刚旁边的大哥也说很有嚼劲 而且我发现这面一根都不沾黏 你看它每一个都是根根分明的 就是因为这个面在晾晒的过程中 包括它还有空心的缘故 吃到嘴里的时候都不觉得有一点点的黏 这就是刚刚那个做挂面的手艺人跟我讲的 跟别的面的区别 吃天就是有劲道 咬开那感觉不一样 咬开感觉不一样 口感不一样吧 我到这来专门吃一碗龙须面 嗯 好吃吗 好吃 细如发丝却根根分明 能吃到这样一碗热腾腾的龙须面 是初春的一份暖意 更是对一年世事顺利的期待 抖音